6月20日一身白裙飘飘的张亮颖化身百合仙子现身上海 我某品牌化妆品的新品发布站台宣传 虽然是商业活动不过人吸引了不少凉粉 请临现场为偶像助阵 或许是感染了粉丝们的热情 张亮颖在演唱了两首歌曲后 又应凉粉的要求 Uncle加唱了一首老歌 现场俨然成为了一场小型的歌友会 场面十分的文心有爱 现场亮颖更是亲和力十足 除了现场飙歌 更是打出了剪刀手和凉粉合影 心情如此愉悦 莫非最近有什么喜事降临呢 因为我好像一直都挺开心的 然后一直也是说上台 我不想大家觉得我像刚刚出道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安全感 会比较闷一点没什么话 现在就是比较不拉不拉不拉一直不停地说 我又说自己都嫌自己话多 但是我控制不了 我就是很开心 至于所有歌迷关注的发片计划 张亮颖也在采访时透露 应该会在下半年推出 马上就要开始录歌了 亮颖的心情自然十分的兴奋 应该是会出 因为现在的话 最近都在开会 然后跟制作人 跟每一个不同方向的团队 这一次是要把所有的事情 在执行之前 把所有的计划 每一个环节都挂钩起来 所以前期的准备 特别特别特别花时间 但很快会进入到录音的阶段了 所以我最近可能因为这个我特别开心吧 如今演艺圈的不少歌手都会在成名后 唱而忧则演 不过张亮颖对此似乎没什么兴趣 原来是有圈内好友分享了自己的前车之鉴 我今天看朋友圈的一个微信 然后微信是好像是房子民发的 然后他说珍爱生命远离剧组 然后我给他回了一个好吧 不准备 谢谢大家